选民欣喜若狂举起双手欢呼 因为法国国会选举竟然出现惊人大逆转 法国国会第二轮选举跌破外界眼镜 由左派战党组成的新人民阵线成为最大赢家 电视台预测左翼联盟最多能拿下200零五席 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同在也表现不俗 有望获得175席 而原本最被看好的极右派国民联盟 反变最后一名让选民大失所望 CNN分析在中间派与左派催票下 成功逼出选民参与第二轮投票 这次历史性的选举投票率高达67.5% 和两年前相比高出21个百分点 投票率创新高 只是国会三强鼎立也让马克宏 未来施政更加绑手绑脚 总理艾塔尔也宣布请辞为未来国会最大党 让出职位 立属左翼联盟的梅兰雄意图总理职位 但法国《世界报》报道 梅兰雄不但亲中还多次在公开场合 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若由他出任总理 将对台湾与法国的印太战略造成冲击 法国大选落幕 局势仍动荡不安 选前选后暴力冲突不断 似乎也代表未来的法国政坛 暗潮汹涌 危机四伏 三连新闻信号报道